爱情公寓四季那么火,为什么只捧哄了陈鹤?原因是这个在八月份爱情公寓电影版就要跟大家见面了,爱情公寓四季陪伴了90后由童年到青春期,陪伴了很多人。 里面的演员因为参加这部剧也是火得不行,但是节目播完之后,出了陈鹤,其他演员并没有再出什么迎评大动作,有网有抽,只捧红了陈鹤,是因为陈鹤对自己的事业定位准确。 陈鹤十四年开始加入大型户外竞技真人秀《奔跑吧兄弟》,并主演电影版。 电影虽没有什么大剧,但一直都有作品流出,并且改走谐星路线。 多次参加大型喜剧类综艺节目,与贾琳是非常要好的朋友,最近又主持了周六宴现场,表现出色。 可谓是演艺事业一直处于上升期,最重要的是吸引了一批热爱她的粉丝。 这样性格的小趣是,观众怎么会不爱? 在周六宴现场的主持中,陈鹤的表现是可以的。 就陈鹤和小月月两个人往台上一站,就已经笑到不行。 就算瞎聊个赞助商,也能聊到很开心,并特别耐力的宣传自己主演的电影。 她问小月月,你知不知道是什么电影? 小月月回答道,不知道。 台下传来,《主罗纪2》,这位观众还是很逼的。 陈鹤说,奶外传蓝衣服的小哥哥,你会别走。 看这样陈赤赤,要搞事情了。 陈鹤的搞笑天赋和爽朗的性格得到一致好评。 就连做的副业火锅店,也是因为搞笑的湿巾包装出名,完全符合陈鹤的气质。 我们陈鹤由130斤泡到160斤,你们会一直陪她走下去吗? 希望她能陪我们一直走下去。 爱情公寓四季那么火,为什么只碰碰了陈鹤?原因是这个。